大家好,现在为大家讲解是4D二合一 是由雷达金标加4D多排而组成 首先我们这个安装的话,它金标这边的话对准左边这个安装口 对准相应对的之后,安装之后要旋转拧紧 再安装我们4D手柄这边的一个插口 对准安装进去之后的话,这个螺丝记得要旋转拧紧 然后再插入我们这个电源线,在这边按开关电源它就开机了 开机之后的话,它有一个走动一个开机界面 走到这里的话,有一个就是我们随机点进去,就是选择的一个界面 这个是选择做金标的一个操作界面 这个点击进去是4D的一个操作界面 4D的话,二合一它可以配十字转拧头 我们标配的话是标配4D的话3.0跟4.5,金标的话是1.5,3.0,4.5 我们这个三个的话,这个是做面部的 然后这个是做胸部做身体的一个探头 然后这金标的话,这三个也是做1.5,3.0,4.5,都是做面部的 我们做的话都是先做4D的一个4.5跟4.5,之后的话,再配合我们金标的一些,做一些死角的部位 然后这个的话,这三个是做身体的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进去金标一个操作界面 首先安装我们这个探头 对准这个相应的一个孔位 直接按插进去 按插进去之后的话,我们这里会显示4.5探头 安装哪个探头,会显示哪个探头 然后这个是我们探头的一个寿命 6万2 这个的话会显示我们操作会计算的一个发数 这个是剩余的发数 这个是暂停,这个开始 这个是调节我们一个能量的,最高是8 但是我们建议的话就是5到6之间刚开始做 如果是有一些能量的话,就看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 从低到高的 然后这个是调节我们一个频率 频率的话就是根据操作美容师的一个手法来 如果比较熟练的话,我们的频率的话可以调快一点 它的一个出点,出能量就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建议的话也是从6、7开始 这个键按返回 接下来是讲一下我们4D这边的一个操作界面 首先安装我们一个探头 探头这里对着正面 这个卡进去 卡进去之后的话,我们这个要锁好,旋转拧紧 然后按插探头的时候的话,这里会显示 两个这个标示 是表示我们一个电机正常的硬转,正常的手柄可以正常工作 接下来是介绍这个4D的一个操作界面 最下面这的话就是1到11的话就是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总宽度 这个是减 这个是减,这个是加 这边是调节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总长度 而基本是25我们就不用去管它的一个长度 然后这边是我们一个点于点的一个距离 数据越大它的一个间距就越宽 这个是调节我们一个每条线以线的一个距离 数据越大它越宽 而这最下面的话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能量 然后这边显示的话是我们安装哪个探头 显示哪个探头 第二个是我们一个探头的一个 剩余的发数,这个是一个总发数 这个是我们一个排数,十排 就是根据我们这边调节的一个点于点的一个距离 跟一个每条线以线的一个距离 还有调节它一个总宽度是多少 它会出这个需要打多少排 它会显示 然后这个是104这里的话 显示是我们一个能量的一个点数 这个的话会当时我们操作的话 它会计算它的一个点数有多少 那么这个按归零 这个基本就不用管它 这下面的话 N1,N2,N3,N4,N5的话 是我们一个保存数据 可以保存五个数据 按了之后就说你选择哪一个 然后调节之后 调节我们相对应的一个参数 然后按这个键就按保存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快模式 这边是慢模式 这个是根据客户的一个感觉 如果是说打这个是它打点的一个能量打的快 这个就打能量就会慢一点 如果快的话我们操作时间也会快一点 慢的话我们操作时间会稍微慢一点 这个是启动 这个暂停 我们接下来是放一下一个操作 操作的话先用4D的一个4.5头 都是从最深到最浅的这样操作 我先做4.5再做3.0再做1.5 我们4D的一个4.5探头 我们在调节的话就是我们总长度的话 可以调11 然后的话它就是写19排 然后这个话点一点的距离可以1.5到2.0开始调 这个的话是每条线一线的距离的话 我们是1.3到1.8建议到2.0都可以 就是根据客户调节它就快一点 我们先从1.3 然后能量的话4.5跟3.0的一个能量的话 我们都是从0.6开始 如果客户没感觉的话我们再调高一点能量 然后这个按开始 我们做面部的话就是4D的话 4.5的一个范围在双下巴整个下股下方这里 跟脸颊这一块 然后我们的话操作的话要避开的一个禁区的话是 发际线还有太阳穴 苹果肌上方的一个这里 还有就是它喉结这个位置 上唇下巴鼻子 以下硬盘这里的话以下这个位置 都是要避开的 一般做嘴角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一尺外在操作 这里 然后后面的一个淋巴 后面的一个大动脉的话要避开 我们做之前的话先涂抹凝胶 必须要涂凝胶 凝胶之后的话尽量涂厚一点都可以 如果凝胶没有了它再补 我们先做4.5探头 这个是我们一个操作键 按启动的话屏幕这个是操作键 这个也可以按操作这个键 我们先做下巴的位置 能量的话是在它的一个宽具 然后这个在这一个范围中间这一个范围 下巴可以稍微抬一下 然后我们按操作 操作的话屏幕也会显示 红色这一部分的话是以操作的 它会慢慢的操作 它这个如果是说有一些客户 就是说操作中有些不舒服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暂停 这个可以按暂停的 暂停的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的话还是可以暂停在中途的 最后还有一排还没打完 我们可以就是接着在操作的 它不会跳入第一排的 所以我们这个 然后打完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再以 记得它这个下额骨 这个骨头的时候避开 然后按操作 稍微抬一下脖子 稍微抬一下脖子 下一个位置 我们就是以此类推这样做 然后做到面部的话 那我们可以从它 稍微抬一下 对 从它这里 咬肌这里 如果咬肌大的话 可以稍微把这里的松弛皮肤提上去 一定探头要保证 切平着皮肤 不要有隔空的 然后提上去 再操作 要稍微用点力 然后我们这只手可以提拉的方式 操作 它体现能量在这个范围的 我们做的话再稍微移 那打完的话 我们再移一点 移一点的话 因为宽度就大概移这么宽 它这里 然后我们再操作第二 有感觉吗 没感觉的话 它能量就是说 可以增加士高的能量 调到它 而能接受的范围 我们操作的话 就是以此类推 这样操作完了的话 它走完了 再下一个 这样移 然后再走第二条线 操作完了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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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此类推 往上走 往上提拉 这样子 再移 3.0 就是这样子 3.0 就是这样子 我们3.0 再操作完的话 再接了是用我们1.5 1.5的话 它做的最多就是我们额头 脸颊的部分的话 跟下巴这个部位的话 也是依着3.0跟4.5的一个位置 做 然后再做脸颊 以此类推 1.5 1.5 1.5的话是可以做额头的 3.0跟4.5 探头是不可以做额头的 它每个深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做之前要涂抹凝胶 涂均匀之后 我们就是也是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这样操作 我们4D的话它探头太大 我们就可以配合它一个金雕做它一个死角的一个部位 我们先按返回 按返回的话就是点击4D的一个界面 我们更换4.5的探头去操作 我们先调它一个能量 先调到6 然后频率的话就根据美容师的一个操作 手法来调 我们按开始 我们4.5做的话 如果是它做过4D做完了之后的话 有一些死角部位没有操作到位的话 我们可以配合金雕去操作 金雕操作的话 我们怎么样一个操作手法 打圈 以打圈的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探头不能停留在一个部位2秒以上 可以这样提拉的方式 也可以以打圈的方式 我们先示范操作 我们大概走这个位置也可以提拉到这里 操作它法令的位置 然后也可以往上提 这个是我们一个操作键 一直按的它就有一直能量 我们不操作的时候要放开 记得不要在一个部位停留2秒以上 也可以打圈的方式 然后我们4.5大概做的话 做完之后我们再更换3.0去操作 我们4.5做完了 在死角部位再做3.0的一个探头 我们也只按按着操作的话 也要按着这个按键 可以稍微用点力 往皮肤往上提拉的一个感觉 3.0跟4.0都做完的时候 我们再更换1.5去做 1.5的话我们能量可以稍微调低一点 再去操作 如果客户没感觉再往上加 如果他频率调的越高的话 我们也就会快一点 我现在调到8的一个频率 那我们面部的话操作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温暖中 Don-P 所以我们订阅一下